大家好 这里是麻辣编辑 台湾地区青少年自杀率逐年增加 台湾地区卫福部门心理健康司长陈立中15日称 青少年自杀率高可能与近10年台湾高楼增加有关 这番冷血的分析言论引起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 台湾地区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同批 明显逻辑不通 关键问题不是轻声的方法 而是为什么轻声 如何防止 如何辅导 这才是关键问题 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同批 卫福部门为什么这么没有同理心呢 卫福部门的比喻就如同怪罪 为什么这么多人卖木炭的豆粮一样 公民党民意代表郑立文在社交平台也发问同批 蔡当局的官员面对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国际审查委员的提问 居然是这种回答 真的是丢脸 他举数据指出 14岁以下轻声通报数年年升高 质疑蔡当局是不是把年轻人当白痴 少许多数年轻人当白痴